要说娱乐圈里的模范夫妻 张杰和谢娜绝对成得上是一对 女生对男生是崇拜的 男生对女生应该是宠爱的 我觉得只有这样两个人才会越来越好 那会儿张杰的演唱会在一起 却铺天盖地传出了张杰和张碧晨的诡论 一时之间流言蓝天飞 各种媒体都抢着采访张杰 虽说张杰没有正面回应这件事 但却Q到了自己的老婆谢娜 按出车的发唐诚 最重要的是把女儿的妈带来了 这种不经意之间的秀文爱 却恰巧挫中了在场的所有人 想要有更多的时间相处在一起 你觉得你们两个谁更善良一些 杰哥 是吗 杰哥是我遇到最善良的人 后来谢娜也在直播中亲自辟谣 网上对于律师函这种事情 已经是已经看惯了 已经就不那个时候了 我说那就毕成 我现在咱俩拍个照片呗 是吧 打那些造谣的人 也是很幼稚的 但是就是你没有办法 并且撑自己这次来北京 就是特地来给老公撑场子 两个人实力打破了夫妻关系 出现奸细的传闻 其实我们不好都是在磨合时期 早就过了 那种不好是 我是不一样的性格 他是不一样的性格 后来再看到谢娜一如既往的活泼 丝毫没有受风波的影响 对于这种空穴来讽的事 她不会放在心上 毕竟为人妻为人母后 谢娜需要考虑的事情很多 自身性格也变了不少 在主持节目的时候 她可能还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 吵吵闹闹的马兰坡一姐 但在生活中 她却是一个体贴的人 爱情确实有改变一个人的力量 在认识张杰之后 谢娜内心的温柔便被触发了 为了生女儿 谢娜甘愿把所有工作都放下 要知道快乐大本营 这档国民度超高的中意 是很多主持人梦想中 有一天能站上的舞台 从快乐家族短暂离开 很有可能就回不到最初的状态 但为了家庭 谢娜愿意冒着被顶替的风险 毅然决然地被孕 生机当马 其实好多人怀孕以后 还是会工作 我完全不工作了 是放弃但不是牺牲 你没有考虑其他的 反正一切都是喂宝宝办 在离开舞台重回快本的时间段里 谢娜享受着初为人母的喜悦 自然也会因为突然松下来的节奏 而感到焦虑 直到她重回舞台 再次听到开场的时候 台下的观众喊着娜姐 谢娜的心才放了下来 第一天回到舞台上 我跟大北音 我一站上那个台 我就 哇 我说我很有力量 快乐家库 那种喜悦感是我 就是是无法掩饰的东西 在谢娜养胎 坐月子的这段时间里 家庭的经济重担 全部落在了张杰的身上 因此她也不得不 更加努力地工作 赚奶粉钱 给妻女安全感 其实说起来 无论是张杰还是谢娜 她们都是国民度比较高的明星 一个是实力派的男歌手 一个是知名主持人 在大众的印象中 这对夫妻就像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但只有熟悉她们的人才能明白 张杰和谢娜 平平淡淡的生活 背后的不义 从二人公开恋情 到步入婚姻殿堂 再到生小孩 这其中的每个阶段 张杰和谢娜走的都很不容易 好多人都知道 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 是根本就不是被祝福 不被看好的 大家总是觉得 主持人好像比歌手吧 出镜率多一些 好像就觉得好像要红一些 起初有很多人反对 张杰和谢娜在一起 毕竟张杰选秀出身 名气远不及女友 恋爱关系呈现出 女强男肉的态势 一时之间 姐弟恋不靠谱 张杰靠谢娜出圈 张杰吃晚饭等言论 一度甚嚣尘上 也会有遗憾的感受 可是这种感受 不是你能够控制的 很多东西你都没有办法控制 但爱情就是能够 让一切的质疑声平息 转眼间 张杰和谢娜 已经走过了婚姻的第十个年头 还有了爱情的结晶 事业和感情都很是顺利 大有受得天开 见月明得豁然开朗的感觉 虽然时不时 会有一些空睡来风的事情 叨扰四口之家 当我们在享受 那段二人世界的时候 确实有很多很多 舆论的压力 谢娜怎么怎么 那个怀孕了 怎么怎么没怀孕 谢娜怀不了孕 谢娜怎么怎么 宝宝没有了 但他们依旧相互拥抱 给彼此力量 求一个安心 就因为这样 我也不会因为 任何人的言语 去改变自己的步伐 我的人生是掌握在 我自己身上的 是掌握在 我们这个小家庭身上的 不是掌握在 你们的嘴巴里面的 张杰和谢娜一身证明 姐弟恋不是不靠谱 曾经最不被看好的 在岁月的洗礼下 往往被证实是最纯粹 真实而美好 张杰对谢娜的爱 是温柔含蓄 谢娜对张杰的爱 也从来不低调 在爱人面前 她就像扎扎乎乎的太阳女神 要把最好的爱毫无保留的双手封上 不得不说 看着他们的爱情 也让老鱼有了一种 想谈恋爱的冲动 想知道更多主持人的 加上力度 关注老鱼 咱们下期继续